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给它抹头了 因为新叶片坏了之后就给它抹头 这个硬的地方一定要给它弯一下 这个地方弯一下的话就直接把它弯死了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放在阳光下晒就行 为什么要弯 再说一遍 弯一下 所有的新叶片都从新的这个地方拱出来的 如果说你这块不弯死的话 它很慢去往处憋牙子 第一时间弯死的话 它很快就能憋出去牙子 就相当于说上头给它封死 这样弯了中心叶就不在生长 它就会从侧边憋出牙子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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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抹点只要水也行 然后阳光下晒一下 晒个两天就正常释氧了 老公抹完头的这个花的话 又不用需要给它更换土了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花的根系 来这个 给它拔出来之后 你看这个花的根系非常壮实 这土都掉了 看到没有这根系 看这边的根系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 根系这么好的情况 根本就不需要给它换土 因为它没有叶片 咱换土是因为让叶片长得更好 它这么好的根系的话 它也没有叶片 你根本不需要给它换土 就是长出叶片之后再给它换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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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出叶片之后 该换土换土 该加肥 加肥 焦水是正常焦水 见阳光都可以 正常见阳光 正常焦水 OK 想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抹完头的一个成品 看这个就是 抹头的那个大萝卜头子 弯完之后呢 它从侧边 像这颗花就出来一个 然后两个 然后三个 然后又出来一个四个 像这花的话 就是可以养成一个大群栏 因为中心叶已经损坏了的花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 给它抹头 抹头的话 养出这种很漂亮的小裙栏 也是非常美的 这个就是小青今天给大家分享 喜欢君子栏的 别忘了给小青点个关注 持续还是一样 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君子栏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可信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支持